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希望我们这一脱的人类 是会改变一下少少我们 今天经常去埋怨 去投诉 其实不是说不投诉 但是基于这个念力的理由 其实我们每一天留在这儿 去想象一下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存在一帮人去做一个念力 去改变现在的香港或者澳门 不开心的东西 游行 所有这些东西 因为当我们越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在这些地方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例如经济衰退 或者在 其实我们整个地球都是有磁场围住的 就算在西伯利亚那边打仗 死那么多儿童 其实不要以为我们香港澳门没有事 我们一样有事 因为它会走云全 全个宇宙 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地方的人 都是负能量 都是游行 都是打仗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很快就完结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越变越自私 为什么越变越无碍 就是因为这个量子物理的理由 就是什么量子 就会是黏着什么量子 当有四个人在埋怨的时候 可能你是一个开心快活人 但你每天走过那个地方 你如果有留意他们 他们就会和你共振 继而你自己慢慢就会变成那堆人 就是说 简单地说一句 譬如你不说粗口 你身边有些人 譬如我现在有些客人说粗口 但是会突然之间我发现 他走了之后 我会突然爆了一个粗口字出来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他说话 我们一起在共振 不多不少他的东西会过来我这儿 因为我和他共振到同一个level 但是我幸好我是控制得到 我一知道是这样 我就会停下来静心 不要跟对方去连线 所以如果我们一群人 一大班人去做一些开心的事 其实你会吸引回来 那些人埋堆的 都是一班开心的快活人 但如果你是负能量的人 你吸引回来 看到的前面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不开心的 这些亦都会做一些讲述去解释 或者拿一些例子出来给你们看 现在我在这儿简化地去说 我只是希望现在我们世界的人 是开心的 希望会有和平 希望那些人对动物是好一点 不要那么残忍的 总之是一句 爱心是很重要 但爱心是发自内心 不是去做出来的爱心 就是简单说 婆婆跌低 你可能在街上做一些很重要的事 你会冲起来扶起她 这些才是发自内心的爱心 就不是做给别人看 我去扶婆婆 我多有爱心 这些就发不了任何心力出来 就让她给我按摩 看得干的 幸好 是 让我画面 背心 有一点 一个 还有 好